在昨天台北捷运发生了凶杀案件 但是这样连续的杀人事件当中 郑贤被逮捕了 不过在征讯之后 他大家都发现一件事情 郑贤他非常沉溺在那电动玩具当中 尤其连杀对他来说 他非常的沉溺 是否这种电动玩具 对年轻人影响深远 郑贤的父母 他曾经告诉警察 说他的儿子 沉溺于玩这个杀人格斗游戏 那警大的教授叶玉兰就分析 说玩这个杀人格斗游戏 很可能是郑贤犯下了这个随机杀人 跟犯下大案的一个动机之一 那郑贤事实上在征讯的过程 也跟警察坦承 说他喜欢玩杀人游戏 始终有一个叫做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这个游戏 其实在国外或者台湾都非常有名 他这个游戏的玩法就像画面中你所看到 其实这个游戏在台湾就有300万人注册在玩 每天有上百万人在线上对这个游戏做讨论 立刚你晓得吗 两年前当时有台湾的玩家 到LA参加电玩游戏大赛 就是以这款游戏为比赛的一个基准 结果取得了冠军 夺到了百万美金的奖金 你这样一讲让我印象深刻 他们那时候还拿出了中华民国的国旗 但是我既然要故意讲这个台湾之光的例子 来跟郑贤做对比 就是要讲这个游戏这么多人在玩 可是其实大家都把它当成单纯的娱乐 并不是每个人去玩它的时候 就真的都会埋下犯罪的动机 这个我必须要先平衡的讲 好了 那在这个游戏里头 大家请看 你会发现这里头的确充满了很多一些 速杀的情节 根据他们在格斗过程的一个进程 很可能你在格斗过程 你就会出现像是有手杀 我们讲first blood 或双杀double kill 三连杀triple kill 四连杀quadra kill 还有五连杀penta kill 这种格斗的这些连杀 我们叫连环杀 这个连环杀既然成为游戏里面的一个主轴 你看 其实当时游戏的介绍 观众朋友这个字比较小 它写超级五连杀 全新模式 让你大杀特杀 你光是看这些字 当然觉得速杀气味很重 不过我们平衡的讲 其实真正你在玩游戏的内容 并没有那么暴力 也没有那么血腥 而且我刚刚也说了 绝大部分人都没有因为玩这个游戏而行为偏差 所以政贤它明显是个个案 但是我要先讲 它虽然是个案 但它并不是首例 的确还有人也是受到电动玩具的影响 先看这个游戏 这个游戏叫做GTA 这个全名我就不念了 GTA现在已经出到了第五代了 这就是第五代的这个 中文翻译叫做侠盗列车手 这个游戏被列为十八镜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什么叫十八镜 十八镜就是18岁以下 禁止玩这个游戏 因为在这个游戏内容里头 它其实根本集犯罪大成 在这里面的剧情 然后你看电影也好 看影集也好 或者现实生活报章杂志 你看到的犯罪情节 它里面全部都搜罗了 以一个窃车贼为主角的游戏 你会发现窃车贼还可以把驾驶 抢拉出来把车抢走 警察也不会理你 接下来还有贩毒抢劫 劫机绑票行球 你知道吗 所有的犯罪的这种状况 全部都在这个游戏里面 玩过这个游戏的玩家 他们就讲 他说这根本不该是18禁 这甚至他们觉得 应该19禁 20禁 21禁 因为真的是太暴力了 然后还有人就讲 你看这阵子不是社会上面 国际社会发生大事件 马航消失新装持刀攻击案 这些玩家就笑称说 其实玩过这个游戏 你等于就相当于做过 这些世界性的大案了 所以他们才会觉得 有人坦承 他边玩都边在害怕 好 那么既然我刚才讲到 电玩游戏会影响人 而且不是首例 我们就来看看 在国外发生的案例 美国一个大一的大学生 他叫做伯吉斯 他有一天走在路上 看到一台卡车上面插的钥匙 他就直接进去把车开走 但他一进去发现 乘客座还坐了一个女孩子 他也不管 不管三七二十一 然后就开始劫车大逃亡 警车在后面追 他连续撞了九步车子 最后被警察拦下来 警察问他 你为什么这么做 而且车上还有人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他怎么说 他说 我想要尝尝GTV游戏里头 在现实生活中 是什么样的感觉 什么 他把游戏当成生实世界 没有错 他直接讲他想要尝试 好 不只美国 英国有一位国小老师 有一回发现 怎么最近班上的小学生 讨论的话题都不拖 是犯罪行为 抢劫 性侵等等 还有六岁的小学生 才六岁 在操场上做出了一些 暴力的行为 老师就问 你们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言行为什么会 做出这种失序的行为呢 他们跟老师讲 因为我们都是在讲GTV 这个游戏啊 老师一听 他觉得很奇怪 这游戏不是18禁吗 对 为什么连小学生都可以玩 那小学生又怎么会知道呢 对 这里头是不是把关出了漏洞 政府要负责 教育要负责 制度要负责嘛 是不是 好 但是讲负责 但真的把关 实际是有困难 我就举个例子 香烟这个东西 抽香烟是不好的 所以我们要先声明 但是你现在在外面买香烟 不能卖给未成年人嘛 但真的吗 没有漏网吗 回到我们刚刚讲的电玩游戏 你看 上面是不是都写了 18禁 18禁 但是当它陈列在店里的时候 如果今天是一个 未满18岁的人他去买 所以你的意思说 就这样有18禁的这种 是未满18岁的小孩 是不能玩这种游戏的就对了 对 那你真以为店家 每个人都会先要你 验名正身 出示身份证吗 你难保不会有 把关不严格的时候 18禁的游戏就这样流出去了 可是像这样的电玩游戏 其实很多父母亲根本不知道 如果说很多父母亲 他不知道 其实这样 小孩在玩这些18禁的游戏 家里的人敢根本不知道 他正在玩 你讲到父母不知道 来 手机 这些游戏 有很多在手机机的 APP软体可以下载 什么 你的意思就是说 用手机就可以玩了 那你下载他还会问你是满18岁 或不满18岁 好 有人就会讲 中博不对 电脑上有些你要下载网站 或者18岁以下禁止进入网站 他是不是有的会跳出来说 你满18岁了 对 结果就有人哭手讲 说21世纪青少年说过最多的谎言 就是当电脑问你 你满18岁了吗 没满的人都会说 我满18岁了 所以虽然有这些制度把关 但是难免出现漏洞 而这个漏洞就会造成很多玩家 可能因此行为而偏差 你说我们政府也好 甚至全世界 是不是都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为什么你看看我画面上面 我们在这荧幕上面 就出了这三种游戏 都是属于18禁的 所有的家长 所有的家长 你要特别注意 你家里小孩在玩的 电玩的这个封壳上面 有没有写着18禁 如果有的话 你真的要特别注意 因为这些游戏 可能会影响到 他们的心灵发展 但是说到玩这些18禁 沉溺在这些游戏当中 就像GTV的游戏一样 我想问一下亦凡 亦凡 这些人沉溺在其中的时候 他是不是把整个人都投入进去 他完全身利其境到里面 是 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视 或电影的时候 的确这些暴力电影玩 是会诱因把这些不好的因子 拉出来的 所以就像《新警察故事》里面 吴彦祖演的那个角色 他那个角色里面 他是沉溺在 CS的电玩游戏里面 最后他甚至疯狂地行凶杀人 但他的家境富裕 他的生活是非常好的 他也有一个非常优秀的父亲 父母亲 但是不是就是因为 这个电玩的场景 而造成了 你看连《新警察故事》 都演出这样的剧情呢 事实上我想 当然这个电玩情节 可能也造成了他们很多的这个幻想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社会形态 有一点笑评不笑唱 有一点就是觉得有钱人 就比较好 有钱人可能有某一些特权 所以造成这些富家子弟或者是 这些所谓比较有权势的人 他们可能认为 就像这个电影 这个演的 那他认为说 他的这个权力 跟他的金钱 都是超超越很多的人 所以他可以做这些动作 所以他这个就已经在 反社会人格里头 也是一种 所以等于是有种反社会人格 就已经变成在这当中了 变成他的一个思维就对了 对 因为他认为他所得 所作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我想问你 一凡 如果说现在家里面的父母亲 他发现他小孩的这个电脑 旁边或者他手机里面 甚至有的这样子 18进的这种电玩游戏 他能不能直接就禁止他玩呢 禁止完之后 会不会小孩子会有时就觉得说 你干嘛大惊小怪啊 是 事实上呢 要完全禁止小孩子玩 因为我刚刚就讲了会成瘾 就好像药物上瘾 或者是吃糖上瘾一样 所以你说会戒不掉 会有戒断症 会有戒断期啊 就是就好像 你不让他玩 就像我们现在大人也有啊 我们出门不带手机 我们会觉得很慌很不舒服 对不对 那个就是已经有一种 有一种戒断症状了嘛 那同样的小孩子 也会有这些出现 但是美国呢 曾经出现 有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19岁的高中生呢 他呢就是父母亲 拒绝让他玩 也就是一下就把他的东西 全部收起来 不愿意让他玩 结果他一气之下呢 把父母给杀了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就是偏激了嘛 对因为他的戒断症状 他痛苦啊 不让他玩 结果发生了这么样的 剧烈的反应状况 是 事实上很多很多 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案例 所以说如果父母亲 您发现你的小孩 有在玩这些电玩的话呢 你不要马上的拒绝他的那个 因为你已经让他玩了一阵子了 你忽然间把他回收 这等于就好像 把他的这个药呢 临时戒断 那当然呢 现在就像您刚刚提醒家长一样 先注意一下他玩的东西 到底是不是18禁的 如果是 那你要这个地方 你就要注意了 那但是呢 你开始要多多培养 譬如说跟他一起玩好了 跟他一起玩 至少你可以跟他解释 这些东西是什么 那另外呢 就是多多培养 跟他们一起的兴趣 开始 或者是规定玩乐的时间 至少说 你可以做这个动 比如说你帮我做个家事 以后你再来玩这个 或是什么 也许可以 就慢慢的去 去戒断他们 一直游玩的心态这样子 所有的父母亲 你们要特别注意 自己的子女的一些行为 因为有些行为 他如果说 就像昨天那位 正姓少年这样子 他已经21岁了 他做了这样子疯狂的行为 你想想看 正姓少年 他的父母亲 多么的难过 但是正姓少年 他平常的生活 究竟是如何呢 他是沉溺在电玩当中吗 他是否还有 其他的兴趣存在呢 我们很难想象 你看看21岁的这个正贤 冷血的犯下这个残酷的命案 身上背着四条人命 还砍伤21个人 结果他昨天被捕的时候 在警察局里面 警方征讯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面无表情 一派冷静 然后毫无悔意的模样 而且当警方在征讯他的时候 跟他一问一答 那个过程当中 从他的言谈中得知 他对暴力行为的着迷 你知道那种回答 他那种讲出来那种口条 冷静的态度 让大家觉得 非常令人不寒而栗 那种感觉 然后尤其是当他的父母亲 他的家人 接到了警方通知 赶到了现场 去看看到底自己儿子犯下了什么 滔天大作 当得知儿子竟然犯下 杀死四个人 杀伤21个人 这样一个重大的命案 连环杀人案的时候 爸爸几乎没有 快昏死过去 没有办法承受你知道吗 而且父母亲还一直说 这个小孩子很乖 很宅 宅在家里面 平常也都没有出去外面 做什么 就是为非作宅的事情 可是 你不要看到外表 像他父母亲家人讲 我们今天也不是说 要去追究他家人 怎么样的一个教育 或怎么样 只是说 很多的家庭里面 你仔细去观察 你的小孩子 你平常的喜好 就像是 现在犯下这个 捷运连环 叠血杀人的政嫌 他平日的喜好 竟然都跟这个 暴力血腥的内容有关 所以你说他平日的 这些喜好当中 就会透露了一些 当中可能会有 犯意的状况了 好 我说他平日喜好什么 就拿他最喜欢 玩的这个游戏 你看他昨天在捷运站 犯下这样连环 杀人这个案件之后 然后他被捕 坐在捷运的一个角落 你看他胸前 他胸前带了一个 对 悠悠卡 你看起来是悠悠卡 不是哦 我一开始也以为是悠悠卡 他不是悠悠卡 他不是悠悠卡 要不然就识别证 不对啊 不是 不可能啊 我后来去照理再去放大看 他没有在工作还是读书 怎么会有识别证呢 我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游戏网卡 就是这个 你看 我比对这一张 你放大给大家看 等一下 你说是游戏网卡 游戏网卡 他胸前带的是游戏网卡 这是一张游戏网卡 很有名的 很多人都喜欢玩这样的一个游戏 你看他胸前带的这张卡 这张卡是游戏网 他里面这样的一个漫画 他这个里面非常著名的一个男主角 海马赖人 他喜欢用的一个攻击力最强 破坏性最高 非常可怕 这样的一个高毁灭性的一个游戏网卡 也就是说他带了这个主角的游戏网卡 在他的胸前 亲眼白龙卡 攻击力3000 所以其实他带了这个卡 这也是漫画游戏网当中 海马赖人 他最喜欢使用这张毁灭性 攻击性破坏性非常强大的卡 那是不是 他带的这张卡 是不是感觉就像是漫画里面的人物一样 他带的这张卡 有如他的一个护身符 所以在他身上 在他的胸前 那有如帮助他 就像漫画中那种动漫里面的 那个游戏网的主角一样 他一样这个卡 帮助他有这样一个强大的破坏力 和毁灭性 能够帮助他犯下这样一个可怕 冷酷无情残忍的这个叠血命案 所以其实你可以从这个看出 一个其中一个端倫 还有一个 除了游戏网卡之外呢 你知道他最喜欢的电影是什么吗 什么电影 他最喜欢的电影 竟然是之前 日本卖座高达33亿多元日元的 一部卖座电影 叫做大逃杀 大逃杀这部电影 是由日本的一个知名作家 叫高剑短军 他所写下的一个小说 然后改名 改拍成这样的一个电影 那当时这个电影 主要的情节都在讲说 因为电影里面在讲 失业率很高 成人都害怕这个青少年 抵制这个学生的 这个学校的这个制度 所以那全部都在作乱 所以在全国的中学里面 挑选了这个一个中学 三年级的一个班上 然后把这个班上的42个学生 送到了一个荒岛 冲木岛去 然后告诉他们 你们只有一个任务就是 大家互相残杀 大家互相残杀 只有一个人可以存活下来 就是说你每一个人 都要去想办法杀掉你的 这个同学 同伴同学 你才能够存活 就这样子里面是充满了血腥跟暴力 男主角就是那个藤原龙也 后来这部电影拍完之后 还首次创下了日本国会 把这部电影 从制片人到整个电影的 这个拍摄制作的工作人员 全部叫到国会去背询 因为电影实在太可怕 太血腥了 他们一度想说 干脆禁演这部电影 后来是因为 把他们叫到国会去背询 才解禁说 让18岁以上 后来又下去到说 15岁以上可以看 日本的文部省 还跑到那边去看 到底有没有严格执行 年龄这个限制 可见他们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大逃杀》 竟然就是 郑贤最喜欢看的电影 他居然最喜欢看这部《大逃杀》 这种暴力血腥的这种电影 结果我们在看说 郑贤除了喜欢游戏网卡 喜欢这种看《大逃杀》的电影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喜欢写小说 写小说 对 他的高中同学就曾经爆料说 他经常在高中 他们笔记本 作业本 作业部上面 写一些场面连载小说 内容都是充满着血性跟暴力 然后甚至他曾经写下说 大家情节不外乎 就是带着上百人 到一些废弃的教室的密闭的空间 然后由这个郑贤来担任魔王 然后来处决他们 甚至他还承绑他们的 所有高中同班同学 每一个人做编号 依序 然后设计不同的死法 可见郑贤有多么变态 多么残忍 而且他在 你不要以为他只是写小说 警方抓 昨天抓到他 他落网之后 你知道吗 后来甄讯调查中才发现说 他上个月的最新作品 是什么你知道吗 电车连环杀人 电车连环杀人 最新的小说里面 他所描述的情节 几乎跟他昨天傍晚 在北捷 龙山士到江子醉战 犯下的连环杀人命案 简直如出一策 真的都在活生生 写在他小说里面 所以真的让人家觉得非常可怕 事实上他杀人 其实早有迹象你知道吗 他的高中同学还讲说 他在高三的时候 甚至曾经杀死一只乌龟 然后杀了乌龟之后 还把那个乌龟的尸体 放到他们那个高中 他们班上 那个同学那边 放到教室里面 所以你看 对一个这样的 可爱的小动物 他都可以下此杀手 这样的一个动物 也是一条命 何况呢 你看 他犯下了这样的一个 人险的命案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 其实要仔细去观察 有些事情 有乌尸马迹 有机可循 靳平刚刚说到一件事情 这个郑姓胸贤 他喜欢写小说 我想问一下亦凡 亦凡 郑姓胸贤喜欢写小说 那他写的小说里面 就会有一些 行凶的轨迹会出现吗 是啊 其实写小说 就很多作家 他们就是 譬如说写文艺小说的 爱情小说 或是这种 这种科幻小说 都是加上他们自己 个人的幻想 但是因为他未成年 他是在他还未成年的时候 就写了这个书 那就代表里面 加上很多他自己凭空想象的 一些怪异乱神的 一个奇怪的情景 但是通常 就像刚刚靳平讲的 很多很多儿童的暴力行为 其实在很少以前 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出来 那譬如说 他们对他们在暴力的学习 通常是以 譬如说他们周边的人 或是从电影电视 这边书籍来学习 但是呢 但是义凡我想问一下 像刚刚的讲到 这振兴胸前 他喜欢看日本电影大逃杀 那大逃杀的编剧 他也没有做这样的事 可是他就写出了 这么样雄传的一部电影 如果您还记得的话 应该记得 美国也有一部戏夺魂剧 非常也是非常血腥暴力 你知道 对 那就跟这个大逃杀一样 但是写编剧的人 是个成年人 对不对 所以他们在编写的时候 很清楚知道 真实跟幻想之间的差异 所以他们加注了很多 非常幻想的一个剧情 但是并不会影响到 他的人格反应 所以亦凡你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是成年人 他在写这样的小说的时候 表示他的思绪 已经是成熟的 但是呢 未成年人在写的时候 就可能凸显说 他的心里面的层面 会有这样的一些 轨迹存在当中了吗 是 因为他的是非对错的 判断能力并未健全嘛 那另外他本来就有反社会情结 或者是说他个性本来就偏激的时候 他相对的会付诸这个行动 这样子 那亦凡我想问一下 刚刚静平也讲到一点 他胸前带的这个东西 居然是一个游戏网卡 他不是带的捷运卡 他带的是游戏网卡 但是否代表着 他身上带这个游戏网卡 他因为沉迷在电玩当中 而他把游戏网卡当作是互生服 变成一个自我补偿的心态 而把他放在胸前呢 是 因为刚刚静平有讲 说这个卡呢 就是代表一个力量 对不对 所以他有两个可能嘛 一个 因为其实我们在 我们看到那个电视上 他事实上杀到最后 是不是精神非常涣散 对 事实上那个时候 我就在猜测 其实他整个过程 他已经在一种 很高抗专注的状态下 就是他的整个杀人过程 是在一个很高度的专注状态下 那就是所谓的自我催眠 他在当时是进入一种自我催眠 说他是一个很有力量的人 他可以 他有能力 能够去做这些动作 所以你看我们的画面 在昨天他被警方逮捕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捷运站的时候 他的眼神被所有的媒体拍出来 他是一个涣散的眼神 他的精神状况 是一个很奇怪的精神状况 他的眼神给人家感觉就是一个 好像整件事情 都不干他的事的感觉 就是这样的一种场景吗 是 而且您还记得 他有说腿软了 对不对 就是说他被抓到以后 觉得精神涣散 然后腿也软了 他不是因为害怕的腿软 不是因为他终于回神了 是因为回神的关系 因为他在做这些动作的时候 事实上已经非常亢奋 那在自我催眠里面 他们是相信自己 能够做到这些动作的 原本他可能很害怕 他因为要去做这些动作之前 应该是很害怕 但是因为他不断地告诉自己 这是我应该要做的 我应该要做的 而且我要把他做大 他是我催眠了吗 对 一定是这样 所以他就一直在做大 然后最后就做了这样子恐怖的事情 是 然后等到他做完之后 终于被人家 就是有人围剿他 他终于返回现实面的时候 他终于就回到患散的状态 然后腿软这样子 那亦凡我想问一下 如果我们看到我们身边 有一些这种未成年的子女 他本身 他写这种这样的暴力小说 或者凸显了一些这样的行为 举止出现的时候 我们该怎么帮助他 我首先我们一定要先 就是说跟他好好聊 说你为什么写这个东西 先去了解他 不要马上否认他 因为你马上否定他 他们根本也不可能 把心打开来告诉你这些事情 但是当你有时候 家长太急于要去帮助他 就说你可能我小孩有生病 或什么就马上就要跟老师讲 跟医生讲 但我认为说 也许家长可以先询问一下 专家的意见 然后再来共同跟小孩子 一起面对这些问题这样子 但是记得常常跟小孩子 一起吃饭会帮助他们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 多关心你自己身边的人 多关心你身边的孩童 多关心你自己的子女 因为他们的行为模式 在那成长的过程 当中如果有偏差 你没有去注意到的话 可能随时会变成社会上 一个不定时炸弹的出现 可是我们注意 昨天在24小时前 发生了这样子恐怖的事件之后 你会发现到台湾的社会当中 为什么有些人的思维 会变得那么的奇怪呢 有人居然帮他成立粉丝团 有人居然帮他按赞 有人甚至要去看他 因为要跟他效法跟学习 为什么台湾的社会上面 有这样的行为模式出现 这样的行为模式 其实你模仿的对象 是完全错误的 是历刚我们真的很难想象 当然我们知道 大部分人都有偶像崇拜 这种情节 当然大家都崇拜电影明星 或者崇拜某一些英雄人物 可是现在连郑贤 这样一个造成 社会这种大动乱 让这么多家庭破碎的人 居然也变成了一些人的偶像 这真的让我们觉得 非常不可思议 像之前有部电影 沉默的羔羊的前传 叫《红龙》 里头剧情就是叙述 有一个人就是 安东尼霍普金是不是演那个 杀人的医生 那个汉尼巴 对 然后结果有人就特别去看他 因为这个人是他的崇拜者 他想要去跟大家学习 怎么样去杀人 我们本来一般 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那是因为电影 商业 所以是需要造一些 剧情脚本 对 要吸引大家进电影院 可是实际上 真实世界里头 还真的有人这样做 真的吗 我跟你讲 今天早上 就是在凌晨的时候 他本来不是征讯 征讯到一半 后来他就被收押了 收押呢 但是没有做静见这个动作 对 所以没有静见 表示他的家人 或他的朋友 可以去看他 然后就有一个 穿着绿色上衣的一个年轻人 大概才二十岁左右 突然就也跑去 跟他说他要见他 那大概是他同学吧 然后人家问他 你们那什么关系 他说我是他朋友 我要来看看他这样子 然后想好吧 那既然你是他朋友 就让他见一见 那警方当时也在旁边监听 因为想说 是不是能够借此剖析书 他为什么要去犯案的动机 结果呢 他这个监听过程 越听越不对劲 因为这个少年 从头到尾都问什么 他不是说 不是说你为什么要犯案怎么样 而是他问他说 你当初是怎么计划的 你的计划细节是什么 你是怎么样去布置 怎么样去了解 这整个作案的过程 不对耶 他去探监 他用这些话语 在问这样的剧情 问他怎么样去做安排 做计划 这个当初有鬼 所以监听的人 就马上觉得不对劲 就赶快把 赶快把这个会面终止 然后终止之后就问他 你到底是来干嘛 然后他说没有啊 我就是想要来问他 就是因为我也想要这样做 什么 怎么有这样的年轻人 他也想要这样做 这是一个非常违法的行为 而且这是一个错误的行为示范 是 这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可是他居然不觉得有什么错 然后他还跑去问他 问说 你就是 我其实很欣赏你这样做的细节 只是说我想问你说 如果我做成炸弹 效果会不会比较好 他说 太问成这样的 这样的问题都丢出来了 这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离谱 而且他居然对警察 也是这样回答的 所以警方当然也觉得很诡异 马上找来阵风人员 来跟他了解 那当然阵风人员来之后 他可能觉得有点吓到 这个少年马上就说 没有啦没有啦 我是随便说说的 我怎么可能去做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太危险了 然后他就赶快跑掉 老实说我觉得这个少年 警方应该要持续监控 因为他会在这种时间 去做这种事情 绝对是有问题的 我觉得要持续监控他 那再来不止这样一个少年 你知道 现在 既然有人发简讯给他朋友 说什么你知道 他说 不要在那个粉丝团点赞 网路上力量很大什么的 这他朋友劝他 你知道因为他说什么 他说板南县就让 这个政贤去做 淡水县交给我来做 淡水县交给我 表示他想要模仿他的动作 去同样做这样一个 恐怖的事件出来 有人想笑法 是 就有人想笑法 三条人命 他朋友还提醒他三条人命 结果他竟然就用message 用简讯 就跟他朋友这样聊天 你知道后来是他朋友 觉得这样情况太诡异 太不对劲了 赶快把他发到网路上面来 然后结果事情才闹大 所以现在听说警方已经开始在约谈他 那我跟他讲更夸张的是 你看他的粉丝团都出来 我们知道社群网站里头 常常会有一些人 因为崇拜哪个偶像 或是喜欢哪一个节目 帮他做个粉丝团 结果这个政贤 现在居然有人帮他成立粉丝团 然后帮他成立粉丝团的人 你看他再次重申 这个人还特别讲 再次重申各位点进来的朋友 成立这个粉丝团主要的目的 就是支持这个政贤 崇拜他 敬爱他 感谢他清除社会污染物 这到底是什么偏颇的观念 莫名其妙 然后他最后还特别讲调 他们不是想红 也不是想要干嘛 他就是只是要支持他 只是因为崇拜他 我觉得这个人 害多少家庭波子 造成多少人伤亡 你去崇拜他 我觉得你去成立这个粉丝团的人 本身你心理状况是不是有问题了 是不是也应该要接受监控 你会不会有一天 你也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然后立刚再帮我一下 再来呢 我跟你讲还不止一个 另外还成立另外一个粉丝团 他居然有个名称叫什么 刀剑神域 你知道他把整个 这个政贤的这种离谱的行为 这种恐怖的行为 他比喻的好像武侠片里头 武侠小说一样那种场景 好像他在伸张正义一样 好像在做什么武侠的动作 什么叫刀剑神域粉丝团 我觉得这是莫名其妙这些人 然后很多网友这样 留言啊 去其实要检举他 很多人都说我们已经检举你了 我们已经跟相关的社群团团讲 你这个粉丝团不能够再留下来 因为你这样根本就是 混淆社会视听 你根本就造成很多人的观念偏颇 然后其实这个 这个人他自己本身 就还不觉得他自己怎么样 他觉得这是OK 反正他们就是喜欢 他就觉得这个 政贤做的事情是对的事情 我觉得这真的是 我真的不知道这些人的 实际上偏差到哪里去 你知道邱业元之前 日本邱业元之前 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然后结果也有人崇拜他 说觉得这个胸前很帅 要学他一样这样做 日本警方是马上下令 只要谁敢发布这种动作 我立刻逮捕人 日本是这么严厉的做法 立刻逮捕人 那我们的警方之前 不是也说要网络监控吗 不是说要预防性羁押吗 结果呢 现在你是不是预防性羁押 该启动了 这个比那个什么学运 是不是重要多了 这个是很会造成人的 生命损失伤亡的 警方是不是立刻要开始动作 如果不开始动作 难道你要等着捷运 再发生一次这种事情吗 一个随机杀人的恐怖环境 这个环境 你如果遇到了该怎么办呢 台湾没有教导你 但是呢 美国的国土安全部 却有一套完整的教导方式 要你注意 在有刀有枪的一个 疯狂杀人环境当中 你怎么存活下来 其实立刚保密是有peeple的 但是一般人 他会面临突如其来的攻击 或者危难的时候 他可能会因为紧张而忘记 对 有鉴于此美国国土安全部 他就拍了一个影片 他要教导民众 你不要忘记 你不要把这个当成是一个尝试 你要当成是反射动作 他所模拟的情况是 有一个持枪的 歹徒 进入到一间公司 你看现在台独拿枪进入公司 对 当你面对这样子突如其来的攻击的时候 你该如何应对 美国国土安全部 给了三个保命peeple 非常简单 第一个逃跑 第二个隐藏 第三个搏斗 我可以把它再更简单 就是逃 躲 逗 好 我们先来讲 最上策就是逃 一般人有时候呢 他会觉得可能 我应该有能力跟歹徒搏斗吧 错了 你要知道歹徒是有武器的嘛 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好汉不吃 眼前亏 你就是赶快逃 能逃多快就逃多快 所以你的意思说 即使我自己本身的体能 非常的好 我非常的强壮 我绝对不要跟歹徒做正面的对决 正面的搏斗 你看现在他不就是在逃吗 还有你要记得 逃的时候有的人 他可能还会挂三挂四 就是我是不是要带这个东西逃 我要带这个东西逃 不要 人命比这些东西都还要值钱 所以你不要想太多 另外你逃到别的地方去之后 你还要想 你什么时候有空档可以报警 我们讲 如果能边逃边报警是最好 或者是你逃到一个跟歹徒 有安全距离之后 你赶快报警 第二个我刚才讲到 你如果逃不掉呢 如果逃不掉你就只能躲了 你刚刚厉害 躲当然就是第二招了 这个躲也是有一些 他的保命原则的 你要快而进 你躲 你不要这个心愿意 我该躲这还是躲那 你要躲很简单 在户外躲人多的地方 比方说银行 超商 加油站 如果是在密闭的空间 比方说影片里面的公司 你要躲什么 楼梯间 地下室 暗室 暗门等等 你注意哦 他把影印机推到门口 把门挡住 再来又把整个室内灯 全部都关闭 这就代表他选择躲到室内 并且把门给堵起来 也就是说你躲完毕之后 你还要巩固阵地 你要懂得如何坚守 你躲命的这个堡垒 好让歹徒拖延他能够进入的时间 再来我刚才不是讲快而静吗 你除了快还要安静 我们有时候在看电影 有些人躲起来 他会尖叫 他会哭泣 我告诉你 这除了暴露你躲藏的地点之外 你还可能因为这样子的哭泣与尖叫 激发了歹徒更多的人血因子 这是犯罪家研究出来的 还有你躲也要考虑到 你躲之后不能自己被困住 你要想你躲了之后 如何能够再趁细 能够再逃到更安全的地方 因为你刚才不是讲逃不了就躲 但是躲不是说你就在那边坐以待毙 是躲了之后还要再找机会 能够继续逃 也就是说我要留个出路 我要留个后路 如果歹徒进来的时候 我有办法从后路逃掉 没有错 而不会变成封死在这个范围内 那当然大家会讲说 有时候状况就是没有这么尽人意 既已逃不了又躲不了 那就只能跟歹徒搏斗了 我要先声明这是下下之策 因为歹徒他可能有刀有枪 那你如果要跟他搏斗的时候 首先你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 你当然当务之急 想办法能够把他的刀跟枪给抢下来 但抢不是硬抢蛮干 有时有的人他懂得会跟歹徒周旋 比方说他会想办法顺着歹徒的话讲 或者故意用聊天的方式拖延时间 你要去制造一种 让歹徒误以为他掌控卷局的感觉 然后当他自得意满的时候 趁他不注意想办法夺刀夺枪 还有夺了刀夺了枪之后 不要想说我有刀有枪了 那我就可以反制 不是 夺刀夺枪之后 你消除了这个武器的威胁 你还是要赶快逃 逃了还是要赶快报警 懂吗 好 讲完了这些原因 这些保命三法则之后 其实还要牢记一点 就是当我们所处的环境 每个人到你所处的环境 你一定要先东张西望 你要了解这四周的环境 这四周的这些布局 哪些地方是安全门 哪些地方可以有武器 东张就是你要找清楚你的逃生路线 希望就是要看看你附近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陌生的人 怪怪的人 让你觉得具有威胁性的 你当然就要跟他保持距离 而且有时候防身的配备也很重要 比方说防狼喷雾器 或者是简易的钥匙 你用两只手指握起来 也可以当成赤歹徒的一个武器 你要知道你多了这些防备 歹徒因为当他想要随机犯案 杀人挑选对象的时候 他当然不会去挑那个有防备的人 因为增加他行凶的困难度 以我们这次北捷的不幸事件来看 你会发现很多死者 他就是在完全没有防备的状况下 而能够后来大家团结在一起保 就是抵御歹徒的 他们最后都保住了性命 好 那讲完这些之后呢 但你刚刚 为什么我说 斗跟歹徒搏斗是下下之策 因为你真的以为夺刀头僵这么容易吗 那是万不得已 你要晓得 连一个训练有数的警察 他面对歹徒有刀的时候 他都很难能顺利抢下来 你知道美国做过一个调查 现在你看到的画面是一个模拟画面 这不是真实的 这是模拟 模拟什么呢 就左边那个他带刀的歹徒 他现在拿刀准备要刺向警察 警察看到的时候说 你把刀交出来 OK 他交出来了 但其实他在呼咙警察你知道吗 他其实还有另外一把刀 所以当他交 左手这把刀给你的时候 他右手你看 马上又拿出一把刀 这过程才几秒 三秒 那吊诡的是 当美国去对警察做调查的时候 警察都说 要对付这种歹徒不难啊 我就开枪还击就好 那我问你 以现在这样的一个情境状况来看 近距离 你来不及拔枪 近距离来不及拔枪 还有你只有几秒时间 才三秒不到啊 这拔枪来得及吗 所以夺刀夺枪不是这么容易的 因此不要大胆的去尝试 第二 这个警察跟逮投距离太近了 你知道吗 美国有提出一个叫做 21英尺保命法则 换算成国内常用的单位就是 6公尺又40公分 立冈 你现在站在那边 你知道吗 我大概要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才叫安全保命的距离 观众朋友一定要把这些 不只当尝试 还要当成反射动作 注意哦 美国国土安全部有做这样的教导 台湾有吗 台湾没有 但现在我们的北捷 遇到了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呢 其实大家该如何在这捷运 密闭的空间能够保命下去呢 我们等一下会请到搏击教练蔡志贤 来告诉大家 密闭空间如何防止这样的事件发生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